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我们回到第二节对话何人 我们回到中国的新闻 现在中国高调纪念抗美援朝战争 不单止说话 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在媒体上中国国内媒体 也都是重磅地来报道 有些人就说 好像主席讲话 那些战意很浓 是不是回应着美国现在 煽动台湾对中国可能有的军事威胁呢 或者会不会真的为打仗 来做一些精神心理准备呢 这次纪念朝鲜战争 你觉得是否有特殊的含义在这儿呢 没错 特殊含义肯定有的 首先 整十年 七十年了 一般来说都是要有些稍微隆重一点的 慶祝的纪念的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好像今次这么高调的确是我没见过 因为抗美援朝这件事 因为跟美国没曾建交之前 怎样搞都可以 但是自从跟美国解冻之后呢 好像就真的没曾那么高调来纪念过了 这次搞这件事呢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做出来给美国看的 那里面有很多内容 这次纪念活动有很多 比如向烈士献花篮啊 中央电视台放一些 放美援朝的电影 审设用金领啊这些 就在总统辩论的差不多同时 在北京进行一个隆重的大会 来纪念习近平讲话 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呢 就是引用毛泽东主席当时讲的东西 就是说中国人民现在已经组织起上来了 你不能够是在那儿惹他们的 惹了他们呢 那就不要把握 这些是以前毛泽东讲的 之所以搞到那么大阵仗呢 我觉得就是给美国看 给西方看 最重要的就是马上警告美国和西方 美国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在那儿 你现在你不要再用想 真是用热战来到对中华民共和国 有一些非分的思想啊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觉得的 真是美国和中国 或者西方和中国 在现在的情况下 打一场热战呢 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可能的 那既然是这样 那既然是这样 中国还有什么 必要搞一次这么大的 这么大规模的经验呢 我觉得 贸易战 美中关系最近这两三年 因为特朗普的关系 搞到就很厉害 很紧张 嗯 贸易战似乎 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像是稍微放淡了一点 谈定了一个阶段的那个协议 但是还没完的啊 这场贸易战还没完的 但是同时呢 开打的呢 有科技战 美国在那儿制裁中国的很多 高科技的公司 中兴压 封杀了很多 这些科技公司所需要的 譬如晶片啊 技术啊 这些东西啊 不单止只是科技战啊 金融战啊 这些都是在暗中 起码都是暗中在发动的 所以整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都是处于一个 从 从 就是自从两国建交以来 从未见过这么恶劣的 那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 啊 北京高点这样纪念 啊 啊 中国战归 潮参战 七十周年 我觉得 啊 是一个 送货来的 我送货来都觉得 啊 韩战啊 是今天的美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 就是一次 啊 啊 没有槍炮的 没有流血的 一次 那在经济上的韓战来 啊 韩战的经济版 那所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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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 真刀真槍我都沒怕過 現在經濟領域 我一樣是按照韓戰朝鮮戰爭來辦理 大概北京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我都覺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有兩場仗我是非常佩服的 一場就是長征 1929年193、1929年到30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大概是這樣 或者會記錯都不定 由江西 井江山 由福建這些革命根據地 輾轉25000里去到閃北沿安 這場仗是耗時一年 可以這麼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 從彈陷死亡 救回來 從此在閃北壯大 幾年時間經過抗日戰爭 然後很快就跌出政權 第二場仗就是朝鮮戰爭 抗美延遲 大家都說這個是中華民共和國的立國戰爭來的 這場仗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重大 在軍事意義上我覺得都非常重大的 你試想一下當時的中國和美國和西方十幾個 十六個國家的聯盟 怎麼比呢 你在經濟上 國力上 在武器上面 在裝備上面 根本就沒得比 但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 竟然能夠下這個決心 當然他們有這樣的需要 覺得如果我們不打的話 放棄的話 日後就很慘了 所以咬著牙關都要打 但是差不多可以 一般人看來 你是輸定的 竟然就膽去打 而且打出來 他說他是勝利的 美國當然也都說他沒有輸的 其實按照我來說 差不多就等於打平手 但是在力量相差這麼懸殊的情況下 可以說中國當時就是輸少已經當贏了 你何況還能夠打磨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這場戰爭 我覺得是 對於中華民共和國 今後一直到現在 七十年 這場戰爭真的可以是 稱得上是立國戰爭 一點都沒有過份 這次我覺得 北京在這麽高調的紀念抗美現朝 主要就是針對美國的 而如果我們再具體一些 差不多我可以說就是針對特朗普的 習近平發表過講話之後 高潛已經過了一刻 但是這場的紀念活動還沒有完全完結的 接著又有這場戰爭的一個很出名的電影《金剛川》 又準備開拍了 到了今天 中央電視台的那些抗美現朝的電影還沒有放完 還有幾出 所以到了大概這場的熱朝 到明年的上半年才會結束的 到時候美國也有一個新的總統 或者還是特朗普 或者換了拜登 但是無論是誰都好 中美關係 你想它短期之內能夠有一個根本性的改善 我相信比較難 但是會有一些改善 這個是原始有可能的 好 但原如此 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約下個星期再聽我何仁先生精彩的分析 我們下個星期再會